4月16日,美国在台协会处长丽英杰在台北举行的《2019印太安全对话》开幕典礼上表示, 美国国务院已经批准5亿元对台军售案,用以继续提供F-16战机飞行员培训计划。 他再一次谴责中国前一天派出多架解放军军机再度飞行台湾附近海域进行绕岛演训, 表示在台湾关系法下,美国有义务支持台湾维持充足自我防御能力以对抗胁迫。 为印证我们的支持,美国行政部门在今早智慧国会第一笔5亿美元的对台军售, 目的是为延续台湾F-16战机的长期训练计划。 台湾总统蔡英文也出席此次开幕典礼, 她表示已经接获川普政府对台第三次军售的消息,并表示感谢。 昨天的共军动态,不论是在空中破海上, 动员的船只跟飞机, 事实上对区域的稳定,台海的稳定都造成蛮大的破坏。 那对于现状的破坏,对于区域跟台海稳定的破坏, 这些都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区域的大国应该要做的事情。 即前一天在AIT新管庆祝酒会上, 称中国军机绕台挑战区域稳定后, 蔡英文在印太安全对话的开幕典礼上再次表明她对抗的决心。 中国方面表示绕岛巡航是必要的训练演练, 是主权国家的正当合法权利,有助于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率团来台庆贺《台湾关系法》40周年的美国前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 细数过去几年来中国军机绕台或是越过海峡中线的行为, 呼吁中国停止此类武力威胁,恢复台海和平对话。 我认为可能对台海关系最具扣坏性的要素, 就是北京拒绝宣布放弃使用武力来达成其统一台湾的目标, 这是不言而喻的。 全世界都在看北京是否以尊严和尊重来对待台湾, 那是台湾应得的。 瑞安表示,这对于中国是否有资格承担领导世界的角色是一个关键的考验。 另外,这两天在《台湾关系法》40周年的系列活动上, 频频看到台湾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的身影。 据台湾媒体报道,他正在考虑是否参选总统, 他认为台湾拥有安定和平的环境最重要, 称和平、安全、经济、未来是关键。 美国之音海伦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